現在最大的問題 原山子分紅解決了系統科 讓系子沒有淹水的這個狀況 原山子分紅帶來的泥沙到哪裏去 到海裏去 整個那邊的海裏的狀況 很多人沒有下海 可能不清楚這種狀況 其實不是很好 泥沙古早市區到海裏面 往下的狀況不是在海裏面發生嗎 不是在我們生物的單位裏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原山子分紅的水 回到基隆河當然系子的問題又出現 最終最終的關鍵在哪裡 在於基隆河的結彎曲子 河應該是很彎的 你讓它直直的走 你把那個面積 原來的狀態面積切出來 拿來作為一個房子的空地 當然是為本人物質的需要沒有錯 可是基隆河的這件事情 目前一直被很多人檢討 到底這個工法 到底正確不正確 恰不恰當 那如果就人的生活方面來說 或許我們處在一個還不錯的 水安環境的那樣的一個生活區裡面 可是對於一條河流 或是對於一個河流帶來的可能 我們需要去承受幾十年 或幾年下來的那種大的雨量造成的災害 我們人才沒辦法去解剖的東西 人生物必須要去面對 我們剛剛在講 人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當你越能夠清楚 整個環境所 所康之間的自然的變化 你應該可以接受 海風應該會來 大雨應該會來 因為水間是隱藏 就應該要存在 對不對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 但是我們在讓它不出現的同時 他說我們產生所謂的極限系統 就是很奇怪的系統 我記得上學期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今年冬天不會出現 對不對 也不會大家跟現在 我完全跟我說的說法不太一樣 因為冬天完全往後點了 那我現在遇過另外一個狀況是 春天可能不見 冬天結束以後就直接夏天了 所以今年沒有人在談櫻花的事情 五零的櫻花也沒有說 櫻花很漂亮 塞滿的櫻花都是人 沒有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的 過連任的時間 冬天結束了30度 突然間 過完你之後 問題就往下降 那你知道櫻花要開才是不開 那你不曉得到底開 他在考慮 他在考慮 很考慮你年才要再開 他在考慮 所以所有的大環境 都在做這些改變 那這個改變其實可能 我們如果從一個比較大的時間來看 他應該是可以被接受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人的生活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會突然覺得 每一年每一年的變化 跟我們來講都是一個衝擊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一百年 或是一千年來看 那可能就是一點點的小小的時間 那這小世界其實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 這些外來的資源自然資料 去找到一些證據 去解釋這些問題 可以要多來多來講 所以我有一個同學 他是做珊瑚的 最佳的珊瑚 那他怎麼做呢 珊瑚裡面有兩種成分 一個叫做絲 問題一下嘛 一個叫做鈣 那大家就知道 鈣是珊瑚 變成珊瑚叫做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絲這個元素 他會因為熱蓋的 堆積的速度的快跟慢 會跟著他整天音的比例 那他就可以透過這兩支音的比例 去知道 那段時間裡面 海水的水溫的變化 那大家有什麼了解嗎 你就可以知道 那些股肉發生冰河神奇 還是一個非常暖和的天氣 可以透過這些珊瑚的 珊瑚燒的解釋 來看這件事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 我曾經遇過的一個 那個 可能就在 在同個領域裡面的 這個朋友 他做的一個研究 那 說到大家 環境變遷 在整個大 目前我們看到的 這個現象裡面在說 它應該是我們生活的那一部分 所以大家應該能夠學會去接受 這個環境大家也可以接回去 但是 不是就廣告 你 你都不要去做房太設施 不是 我們現在要學會的是 應該要學會 我們去避險 當這個風災來的時候 天氣有變化的時候 你應該要替我 用什麼方式來看待 所以我覺得 這是大家在想想 類似這些問題的時候 關水的問題也好 海洋的問題也好 氣候的問題也好 它都有一些些的原理 可以去找到它的原因 那原因知道 你就會覺得 這不是 人家不做事 或是說這是 我們可以跟我們生活裡面 可以做一些平衡調整 那 是一個機會 好 那 出去 講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